女孩和男孩的母亲 产生一些运上的冲突和肢体上的拉扯 她说你陪我儿子干啥子 然后女孩都说 她说我没有拍的儿子 她说你儿子还帅吗 拍的儿子爪子 可能那个男孩的母亲觉得女孩 能还说她儿子的张相 她都质问那个被打的女孩 她说我儿子帅不帅 跟你儿子关系 那个男孩的母亲 都用手头的那种塑料水平 都砸向了那个女孩的头部 头已经到大袋流血了 女孩都在哭 边哭还在边抱紧打药令 女孩这边可能要通过法律的途径 回复自己的权益嘛 可能要走司法程序 然后那个女孩那边 练习我需要母亲在忙 我肯定是会帮忙的 只能说别个男孩也害不过 希望大家不要忘帮她 通过法律手段 达成了最公平的处理 都得行 这个新闻呢 就是延续了好几天 始终是在热榜上 其实我是不能太能理解 像这样的这一个件事儿 只是一个巨婴 一个情痴 可逼吗 但是持续在热榜上 我不知道她啥意思 是不是还有这个所谓的第二剧集 第三剧集 是吧 第二季第三季 就好像上次有一个女孩子 嫌她这个大叔偷拍她 结果让大叔拿手机看 说没偷拍 然后这个女孩子还是把这个大叔 放到网上去 放到她的账号里 说应该这个大流氓 偷拍我 结果这个就是这个小故事 衍生了第二季第三季 衍生出好多的剧情出来 一直到什么两个学校里面的什么 什么考研内幕啊 什么他们的特殊身份啊 什么招训 招生问题 反正一大堆的问题都弄出来 不过现在好像又风平浪静了 又又没事了又 那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会不会有第二季第三季呢 咱也不清楚 咱也不知道这个掌握节奏的是谁 谁要希望给我们大脑里要灌什么东西 一个女孩子要拍战牌啊 然后旁边站的一个人认为她不是拍战牌 在拍她儿子 然后呢要捡她的手机 说你拍我儿子干什么 然后捡她手机 看她手机里面有一个她儿子的手 啊 然后那个女孩就说你儿子有多帅 我还拍你儿子 你看这话其实都已经啊 啊 其实有一点过戒的 当然前面是那个怀疑被拍的那个人 似乎也有点涉及过戒 就是她有没有权利啊 这个怀疑啊 啊 你你这都是一大堆问题 啊 最终呢闹的呢 说这个把头都打破了啊 最终呢决定了说要走司法程序 如果头打破了 它是个公诉事件 怎么还你决定走不走司法程序啊 那个所谓的那个司法程序 它自动要介入的啊 啊 你不能说你头打破了啊 你说你告 官就揪 你不告官就不揪嘛 不是这样的事啊 是吧 所以说这里面的公安机关是有点独职的问题啊 啊 那这个新闻他 我觉得这个新闻的主流 他只想就是刁民啊 人性恶啊 管理这些人得付出多大的努力 得要更多的税收 得要更大的权力 扩扩充他们的东西 他们可能是想讲这个 我觉得我要讲的就是讲相反的东西啊 就讲你是这个啊 你独职啊 你不应该就及早介入吗 你还等着他们决定介入是吧 头都打破了 那不有有暴力问题吗 有伤害人的问题吗 所以说这个不文明不是说人性导致不文明 是我们这个官性导致的不文明啊 其实这个问题也天天在讨论了 到底是人性决定的制度还是制度决定的人性了 那当然我认为我认为是后者是吧 笨蛋或者坏蛋嘛 都认为是钱